这里的春天是花的世界 因为这个地方应该是室外桃园 我觉得是个室外桃园 纯净的泉水里又蕴藏着怎样的美味 非常好吃 就小时候的那种味道 群山环抱 茶园飘向 又是一年采茶芒 哇 这个茶还是很有温度的 绿水青山藏珍宝 春日美景 财路舵 今天的咱们家乡春天美系列节目 带您走进安徽修宁 生财有道 致富从这里起步 大家好 我是依然 我现在是在中国状元之乡 安徽省修宁县 每年到春天啊 这里的油菜花开 茶园飘香 与古色古香的灰派建筑相应成趣 临动成景 许许多多的摄影爱好者和旅友都分踏而来 欣赏这里春天的美景 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叫做燕尘顶 也是当地最佳摄影点之一 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修宁县的美景 我只能用震撼两个字来形容 好了 美丽的春天 我们来了 修宁县 位于安徽省最南端 隶属于黄山市 与浙干两省相邻 境内山水秀丽 人文历史厚重 修宁之所以被誉为中国状元之乡 是因为从宋朝的嘉定年间 到清朝光绪年间 共出了十九位状元 位列全国各县之首 而您有所不知的是 中国道教四大名山之一 齐云山 其实位于修宁境内 古代称其为白月 历史上素有黄山白月 甲江南之美誉 雨后初季云卷云书 错落有志的徽派民居 掩映在云海之中 宛如人间仙境一般 春日里 在山上眺望大片的油菜花海 也是十分秀美壮观 而我们今天的第一站 就从这油菜花海开始吧 听说位于修宁县板桥乡的城村 正在开办油菜花摄影节 现场好是热闹 出来踏青的小伙伴 纷纷拿出相机 记录下这大好春色 您是年多大岁数了 我才知道 83 看不出来 我们办这老色型 你们是一个摄影班什么样 老年大学摄影班 什么卖老色型 就是哪里有美景就去什么地方 几乎都去 你觉得这块的景色美 有没有感觉到春天的景色 这一片菜花 精神很爽 我们这边的景色肯定是最漂亮的呀 是的 我觉得我们晚南这一块 然后我们灰州这一块 然后这个油菜花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灰派建筑 特别美 因为这个地方 应该是世外桃源 我觉得是个世外桃源 就是这么多年在上海飘 好像回到家嘛 有一种 有一种 还是自己家家美 还是自己家家美 而且这个季节 是不是和其他季节还不太一样 春天应该是最美的季节 的确 春天是修宁最美的季节 近年来 修宁县坚持农旅结合 全力做墙 以油菜花为龙头的花式摄影旅游经济 全县油菜种植面积达八万八千亩 遍布全县二十一个乡镇 每一片油菜花海也各有特色 从空中俯瞰板桥乡的这片油菜花海 你会惊奇的发现几个醒目的大字 泉水鱼之乡板桥 花海中还有两条鱼形土岸 原来这里不单单有围景 还有美食等着我们呢 来到这里的游客可有口福了 那么这泉水鱼到底有何特别之处 还是让咱们问问品尝过的客人吧 我们这桌吃的比较干净 今天有没有吃到那个泉水鱼 吃到了 雷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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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口味怎么样 你们是从哪边过来的 江苏辉 那还蛮远的 今天有看油菜花吗 看的 感觉怎么样 很美的 这个风银如丝如歌如画 鱼有吃吗 鱼吃过了 觉得有没有特别的地方 鱼有少了 有点太少了 让老板再给你们笑一会 是因为太好吃了 因为太好吃了 是吧 刚才是一个大姐说的 听到客人们对当地泉水鱼如此之高的评价 我们记者决定 一定要探探这泉水鱼的来头 湖城九是当地泉水鱼养殖带头人 自己也经营着一家农家乐 而当记者到访的时候 他正忙活着卖鱼呢 大哥你们今天买这个鱼花了多少钱 三百 之前吃过是不是 之前吃过很好吃 很好吃 又好吃 甜的 你觉得这个价格还可以是不是 应该是物有所值吧 怎么说呢 嫩嘛 然后这个要五六年才能培养起来 肉质嫩又营养富 没有污染的 对没有污染 在城里还是没有的 城里没有 只有这个地方有 一条鱼卖到三百块钱 在淡水鱼里算得上是贵族了 价高不愁卖 也让记者觉得很惊讶 那么这其中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 还是让于家乐老板胡大哥揭开谜底吧 那个就是从这个鱼的外形上来说 其实和外面的那个鲤鱼草鱼没有很大的区别 但是这个泉水鱼卖的挺贵的 我听说 它为什么卖的贵啊 因为我们这个鱼草鱼生产期很慢 一年最多那个三四斤的鱼 长这个半斤是最多了 像市场的那个平常的鱼 它一年可以长到三四斤 我们这个地方只可以长到半斤 超过半斤都长不起来的 它要炒平得很 这个鱼草如果不行的话 一年二三两的不一定的 就长得比较慢 它因为这个水温比较低是不是 我们这个水温很低的 六月份最漏的时候 我们这个水温不会超过16度 所以它那个鱼肉可能会比较鲜嫩一点 鱼肉鲜嫩还结实 而且它这个水应该是活水 对不对 我们这个山泉水 一坚一出要净水 出水 比如 比如讲 你这个净水没有净水了 那热水就不行了 这个鱼就侧氧就死掉了 就死掉了 保湿每一分钟它被流量 一坚一出不能守五百公斤 一分钟 其实板桥乡养泉水鱼 几乎是各个村子都一直沿袭的传统 晖州的房子大多都是沿溪水而建 村民们家家都从小溪旁引流建设一个小的泉水鱼堂 以前都是自家食用 而伴随着旅游的开发 泉水鱼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 牧民来品尝的人也就多了起来 由于产量低 生长周期长 所以价格也自然是高居不下 很多人也是专程从外地到此品鱼 在胡大哥的瑜伽乐 客人点吃鱼绝对保证新鲜 可以说是现捞现做 这不胡大哥捞完鱼正忙或者收拾呢 您这个鱼一般是怎么做呀 一条鱼做几道菜 我们基本的做法就是一条鱼 最少不低于三种做法 一鱼三吃 一鱼三吃 鱼头鱼尾灯汤 再还有个粉针 再加个红烧 一条鱼三种吃法 这花样还真是不少 胡大哥主要任务就是对鱼进行出加工 而接下来的烹饪就要交给老板娘了 红烧鱼块的做法比较家常 用盐和酱油将鱼块腌制 加入葱姜辣椒 静置十分钟即可下锅 为了入味需要炖煮二十分钟 而粉蒸鱼您平时吃过吗 据说可是当地的招牌菜 将事先腌制好的鱼段 加入菜籽油和米粉搅拌均匀 放入笼屉下锅蒸制十五分钟即可 而鱼汤则不需要放过多佐料 加入葱姜蒜和少许盐 炖煮即可 时间最好控制在半小时左右 话说所有的菜已经下锅了 接下来咱们也不能闲着 听说胡大哥要带着客人去后山挖野菜 咱们也跟着凑个热闹 穿过长长的山间古道 咱们的记者已经被这山里大好春光所蛰伏 都快把挖野菜的事忘了 不过路边采摘的奶奶倒是提醒了她 奶奶你这是摘的什么呀 这个是什么菜呀 这个菜心它不知道讲普通话 菜心回家吃的是不是 是回家吃的 这都是你自己的菜园 自己的菜园 这个自己的菜园 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农场里这个菜 不是有机菜 从来没有化肥农药 是自然生长起来的 这个口味口感很好的 这个菜就是野葱 野葱 野葱 有点像韭菜 很香的 待会我们也能挖到是不是 可以挖得到 挖得到的 行 还给奶奶 我们前面他们做的那个果子 前面果子是这个野葱做的 那个果子就是 原材料就是这个野葱 在老奶奶的指引下 我们已经认识了第一种野菜 野葱 不一会儿时间 大家就在河边地里忙活了起来 春天的味道 这个是不能吃的是不是 这个真的是猪吃的 猪吃的 猪草 喂猪的 哇 现在这一篮子 就感觉特别香 香喷喷的 我们可以炒好几盘 那个鸡蛋了 可以炒好几盘鸡蛋 在这深山之中 除了野葱 还有马兰头 水芹菜 艾叶等应季野菜 可以说 大自然给了当地人 最健康绿色的美食 而我们每个人 也在深山之中 找到了儿时久违的快乐 带着满满的收获 回到了胡城九的瑜伽乐 此时一大桌子的美味已经上桌 鱼头汤 粉蒸鱼 红烧鱼 粉蒸肉 野葱炒鸡蛋 看着就特别有卖相 小伙伴们已经迫不及待的品尝起来了 嗯 这个鱼真的是有鲜味 原味 它的原味有这个鱼 还是肥 肥 肥要好 这个时候我们到这里来玩 不得好鱼 没有那个土腥味 对对对 你们看见的 我们这个鱼 就是原子鱼 从来不加这个鱼 就是很棒 非常好吃 就小时候的那种味道 小时候的味 在胡大哥的瑜伽乐 喝着热腾腾的鱼汤 吃着各种山珍野味 绝对能够品尝到儿时家的味道 纯天然的食材 让很多游客记忆深刻 这几年 伴随着旅游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到板桥村来赏花踏春 也给胡城酒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客源 今年我们这个村地的生意特别好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气氛比较低 所以适合他们游往着古道 品这个油菜花 吃这个清水鱼 今年这个销售这个鱼的营业额大概有多少 三四十万 纯收入呢 纯收入大概十几万 一个春季的话 这样的话您占整个的全年的销售额大概在多少 占这个全年的销售额的五分之二 胡城酒作为板桥乡最早开办于家乐的村民 可以说他起到了示范作用 近几年他还联合乡政府办起了泉水鱼合作社 帮着乡亲们一起搞销售 大家抱团取暖 共同致富 咱们现在整个这个泉水鱼一年的销售额全乡呢大概达到多少 全乡能够达到两百多万 分到每一户呢 他们的增收大概有多少 这时候应该是每一户已经达到 就是八百多个鱼潭应该是每一户已经达到三千块钱 去年单单一个油菜花期 板桥乡就迎来了两万多游客前来赏花踏青 除了品鱼赏花来到这里游客们还可以亲自体验清明果 瓷巴的制作工艺品尝当地最美味的小吃 春天里来到休宁您可以体验最淳朴的晖州乡村生活 说到春日里的农事体验 咱们就不得不说一说采春茶了 茶山上已经可以看到采茶姑娘的身影了 休宁盛产松罗茶 它属于绿茶的一种 创制于明朝 是最早出口到欧洲的绿茶 如今不论在国内还是在欧洲都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2014年它还被黄山市推选为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而作为松罗茶传承人的王光熙老人 也是用毕生的经历来种植最好的松罗茶 今天咱们就到它的茶园去看一看 王总你给我们介绍介绍 这个采茶我们应该是采什么样的茶叶 采茶是很担旧的 特别的话你想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要求这个药的话采这个一牙一叶 就是这样子 要很仔细的采茶 这个是刚刚出芽 而且非常的鲜嫩 可以看一下 刚好一牙一叶 掌握了采茶要领 依然和同行的游客 已经迫不及待的忙活起来了 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 都采的非常的认真哦 你之前几岁了 七岁了 之前有没有采过茶叶啊 今天和妈妈一块过来的是不是啊 觉得好不好玩 好好玩 大哥我看你这边采的还蛮多的 这一会儿 篓子里面有没有 还没有 也有一些了 因为刚才应该是这里边的人里面采的最多的 我看你这发现的这边也还挺多的 我发现这一边好多的 之前有没有采过 没采过 没看过 对于许多第一次采茶的游客而言 大多数人感觉很新鲜和好玩 然而您有所不知的是 要五斤鲜茶才能加工成一斤干茶 这其中需要经过非常复杂的工艺 摊量 杀青 柔碾 烘干 炒青 可以说每一个步骤都大有讲究 而在众多制茶工艺中 炒青是最后一道 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道工序 这个炒了多长时间了大哥 这个炒了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 也许整个炒下来有多长时间 有两个小时 因为做生鲜茶 它们炒的速度跟其他差不多一样 还有什么讲究吗 有讲究 因为我们生鲜茶是卷确性的 它有一个弧度 它的动作是刻压 翻轨 现在看都是直的 但是真正等您炒出来之后 它是卷的 会不会烫到手 不会 不会的 那我能不能试一下吗 可以试一下 对 茶不要离手 这个茶还是很有温度的 茶不要离手 然后就把它 手不要离茶 你炒茶叶的时候 茶不离手 手不离茶 不是 手不离茶 手不离锅 茶不离锅 把你这个手 扎着茶叶下去 可以带着茶叶 还要带一些上 怎么样 在这七十五摄氏度高温的茶锅 炙手作业 炙手作业两个小时 没点真本事 还真是不行啊 无论是火后还是手法都要恰到好处 这边炒茶师傅忙着炒茶 而一旁的王光熙已经开始泡茶了 这新炒制的新茶 咱们可一定不能错过哦 实际上的话 经过 好小 你看 慢慢的话 都是 所以我们叫火茶 它经过水之后 它就复活了 哦 它是一个 对 原来是干干的 卷卷的 然后现在这个叶子 全部都舒展开了 对 很漂亮的 对对对 感觉特别不一样 感觉特别不一样 之前没喝过这样的茶叶是吧 对 然后自己也整个过程体验了 然后再来喝 确实感觉不一样 嗯 近年来 伴随着黄山修宁旅游人数的增加 王光熙不单单拘泥于传统的茶叶销售 还建起了松罗茶文化博物馆 让游客们了解松罗茶的种植历史文化和加工工艺 客人们也可以在这里欣赏茶道品鉴松罗茶 通过茶叶和旅游相结合的新模式 王光熙每年的春茶销售额也有了大幅提升 正是因为我们黄山的茶叶品质好 松罗茶的香膏味醇啊 浓郁赖泡 再加上的话融入这个茶绿啊 茶绿油 所以我们去年春茶的销售是在三千多万 春天 游客们来到油菜花海中 纷纷驻足流影之余 也忘不了带些当地特产 而有一种特产销量一直高居不下 这就是获得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证的五城茶干 据有正可考的记载 五城茶干始创于南宋末年 工艺成熟于元代 胜于清朝 而茶干的制作工艺也非常的讲究 在五城镇的龙湾茶干博物馆 游客们不但可以了解茶干的历史 还可以亲自体验茶干的制作过程 来来来来来 怎么样 觉得好不好玩 觉得 挺好玩的嘛 这个是爸爸吗 这个我爸 不是你爸 爸爸没来 爸爸没来 这个是叔叔是吧 大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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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妈来了 怎么样大伯 觉得这个好玩吗 好玩好玩 这个豆浆您知道是做什么的吗 做豆腐的 做豆腐的 还是你聪明 你很聪明 这石墨墨豆浆现如今已经不多见了 相比于机械化操作 豆浆更细腻 香气十足 待豆浆墨好 过滤完毕就可以点豆腐了 卤水的量要控制的恰到好处 点出来的豆腐不能太老 也不能太嫩 做好的豆腐被切割成小块 工人们将其用纱布包好 目的就是为了吸收里面的水分 然后豆腐块加到木板之间进行压榨 将水分完全榨干 最后一步就是对豆腐干进行卤制上色 全部十二道工艺完全沿袭了古法 在这里客人们不单单可以了解茶干的制作工艺 还可以现场品尝 一筋道 然后味道也很入味 这个在别的地方有吃过吗 别的地方吃的没有这么好吃 因为他们家这个味道比较入味 入的比较透 这什么味道的 感觉有点甜 还有点辣的 还有点辣辣的味道 比较喜欢吃是不是 刚才吃了几块了 告诉阿姨 两块 修宁县的五城镇因其制作茶干历史悠久工艺考究 现已获得国家地理标志和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证 而洪光明作为非遗传承人也一直致力于弘扬五城茶干文化 2010年 他建起了茶干博物馆 让旅游踏青的游人们来到修宁有了更多的选择 而通过旅游的带动 茶干销售额也是一路攀升 作为这个黄山当地的企业 跟旅游分不开 所以我们这个有一款 有一个类别就是这个旅游伴手礼 在这块的话 我们这个通过这个旅游市场这块 一年的话我们这个销售额也达到近几两千万 近年来洪光明的生意也是越做越红火 除了茶干销售 他又研发了一系列以豆制品为原材料的菜系 在这里游客们可以品尝到一桌丰富的豆腐宴 毛豆腐 菊花豆腐 干锅豆腐 春笋豆腐 可以说是各有各的特色 这个全都是豆腐对不对 对 最喜欢吃哪道菜 我看有的菜都已经吃光了 做好吃就吃完了 都吃完了 是不是有好多之前没吃过 没有 容易吃完了 一般的就是炒菜的一两种 有豆干的豆腐 现在这样子 豆腐能够 豆腐制品的豆腐 这么多品种 但是很难得的 很难得了 二零一六年 五城镇致力于打造茶干小镇 大力发展以茶干为主的豆制品产业 全年茶干产值达1.3亿元 可以说家家户户都通过这小小的茶干 实现了脱费 在这个美丽的春天 每个人的脸上都绽放着花儿一般的笑容 其实修宁处处有美景 四季景不同 齐云山 古城岩 祖园村 等着我们下一次再一一探访吧 修宁就如同晚南山水与灰州古城绘制的水墨画卷 一个当你离开便开始想念的地方 我们通过深入开展 守护青山 守护避水 守护南天 守护净土 美化成乡 创建文明六大行动 保护好绿水青山 大力发展绿色产业体系 去年我们全县农民征收在10%左右 全年接待游客达到480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37亿元 真正探索出绿水青山 向金山银山的有效转化 这里的春天是花的世界 因为这个地方应该是四百桃源 我觉得是个四百桃源 纯净的泉水里又蕴藏着怎样的美味 非常好吃 就小时候的这种味道 群山环抱 茶园飘向 又是一年采茶芒 哇 这个茶还是很有温度的 对 茶变比赛 绿水青山藏珍宝 春日美景才露多 今天的咱们家乡春天美系列节目 带您走进安徽修宁 来到修宁至深金色的油菜花海 大口呼吸新鲜的空气 随手拍下心中的美景 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浓浓的春天的气息 而当地人也借助优美的生态环境 大力发展旅游 通过旅游又形成了一批优势产业品牌 当地的老百姓也是越来越富了 好了 不多说了 赶紧拿上相机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这种美食只有在春天里才能吃得到 这么好吃啊 我以为是咸的 甜的 甜的 是什么东西让天下如此激动 哇 哎呀真香啊 这是什么菜啊老师 桃红富含素雨 柳绿更带春烟 咱们家乡春天美 下期带您走进浙江德青 莫甘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